除了用程式之外 当然这边有个叫资料 从其他来源 这边有个叫从XML资料汇录 其实各位也可以 试试看用那个录制聚集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录下来 这也是方法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我桌面上面 刚刚这个商品编号 把它汇进来的话 我就按开启 它会出现这个 那按确定就好了 那我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B9这个位置 直接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汇入进来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范围 那不过一般我会把它转 它汇入进来之后 是一个表格 是一个表格 一般我会怎么样呢 转换为范围就好了 把它再转换回去 那是不是要一般的范围 是这样就好了 上面的那一个 下拉的这个选单 就会清除掉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会被我汇入进来 那如果你哪一些栏位不需要 再把它删除掉就可以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的 这个在资料里面的做汇入的动作 OK 那其他的话 我想XML的应用很广泛 那我主要就举了三个范例 这个范例应该也够 暂时对各位来说也够用了 那这些东西呢 坦白讲真的不容易了 因为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上课 那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啊 其实真的 坦白讲应该是很难 而且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 应不应该多讲 我怕多讲 各位也没办法真的消化得了 主要原因可能大部分同学 都没有城市的背景 那这些东西说真的 真的很难 可是真的很有用 因为现在产业结构 其实也改变蛮大的 现在当然很需要 很多设计人才 可是青黄不接 很需要的 找不到人 真的很多需要高阶的设计人才 是很多缺口在那里的 像这些东西VBA 很多公司都需要提高效率 但是找不到真的适合的人 来写这些东西 那因为我们上课时间有限 14次上课 要把VBA整个讲得很彻底 真的不容易 光一个XM我就要讲很多 但是我没办法讲得很细 大概点到维持 那课程大概也差不多先讲到这里 而且我们这本书也只有讲一半 所以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请回去自己 这个越后面越难 而且其实说真的 大部分还是要实物经验 你们尽量就是说 当然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并且去解决 我觉得会更实用 另外这学期的一些相关的补充资料也都在 你们也需要很多时间去做后续的练习 我想这个14次上课的 不管是画面或者是影音的部分 我也还是会暂时都放在那个位置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反正就多听多做 那也欢迎各位 当然有问题也可以把它抛上来 大家一起可以讨论 针对各位的需求 去做一些些的回复 我想因为可能大家都蛮客气的 大部分问题其实都蛮少的 不知道各位对这学期 是不是